亲爱的弟兄姐妹,大家平安 今天我们一起来分享 神的话语记载在《明述记》第十九章 我要从第十四节读到二十节 人死在帐篷里的条例乃是这样的 凡进那帐篷的 和一切在帐篷里的都必七天不解禁 凡藏口的器皿 就是没有扎上盖的也是不解禁 无论何人在田野里摸了被刀杀的 或是尸首或是人的骨头或是坟墓 就要七天不解禁 要为这不解禁的人烧些烧成的除罪灰 放在器皿里倒在倒上活水 必当有一个解禁的人拿牛七草 浇在这水中把水洒在帐篷上和一切器皿 并帐篷内的众人身上 又洒在摸了骨头或摸了被杀的或摸了自死的或摸了坟墓的那人身上 第三天和第七天 洒在不解禁的人身上 洒在不解禁的人身上 第七天就使他成为洒净 那人要洗衣服用水洗澡 到晚上就洒净了 民书记的第十九章是很特别的一章 这一章是记载有关于污秽的水 或者说我们直接讲 从头到头就要讲一个字 死 死的是这个动物的尸体 死的是这个人的尸体 我们在碰到它的时候 都算为污秽不洁净的 因此在传统的犹太人当中 他们很避免这个事情 很忌讳尸体的事情 特别在今天台湾的民间宗教当中 碰到死 这个事情他们非常的畏惧 都不太敢提 有些高楼的大厦就没有四楼这个字 医院也没有四楼这个地方 就是明明是有四楼 就是没有四这个字出现 我们也不太喜欢讲四这个数字 在我们的环境是如此 其实在旧一圣经当中 对死也非常的忌讳 不过这里我们要了解的一件事情 如果说我们碰到这个不沾净的事情 当然我们就用水给它洗干净 这是很没有错的事情 可是我们要了解 它究竟在说些什么事情 特别有意思是刚刚我们在读的圣经当中 有在讲到的第九节 第九节是讲到红母牛这件事情 红母牛是除了污秽之水主要成分 它代表的是一个救赎的基督 因为红色表现的是罪的肉体的形式 为着外在担败人的罪 红母牛本身是没有残疾的 象征基督的本身是没有罪的 它却要担当一个罪 母牛是存权的子民基督是完全的 母牛本身未曾富恶 也就是说基督从来没有被人使用 他没有被撒旦来使用 没有被撒旦来控制 他却被拆到营外来宰杀 而这个宰杀他要担当这些不洁净的人的罪 这是有他象征的意义在的 是很有意思的 主耶稣的工作就象征红母牛 他的灰 主耶稣的赎罪永远不更改的功效 他一次就完成了 我们也借着他 在十字架的救赎的功劳就完成了 好 在旧圣经有这样的事情 因为第十七节说 要为这不接近的人拿些烧尘 的除罪灰放在器皿里面 倒在活水上 我记得小的时候 我的家人我们都养鸡 因为在山上 这个鸡都非常的干净 他们有自己的习惯 然后自己会 因为是土鸡 会躺在这个泥土身上 他们用土来洗他们的身体 他们是很干净的 可是 而且他跟我们一家人已经习惯了 我们家里没有邻居 可是突然有一天 外面的人来了 他们有可能是有抽烟的 或者有喝酒的 或者身上有不一样的疾病 他们吐了一口 这个口水在地上 几十只的鸡当中 只要有一只 啄到了 那个口水 立刻了 我们家的这个鸡 很奇怪了 接二连三就生病了 这个就是所谓的 瘟疫 因为他们太单 太纯了 很干净 外面来的一个病毒 很容易就这样子 受到牵连 我们怎么处理呢 全部把它堆在一起 用火给它烧掉 才能够干净 否则的话 这个病毒会继续的会传染 我们在圣经里面 好像似乎可以看到 要为这不见面 拿些烧成的赎罪灰 放在情上 要烧起来 同样的道理 上帝要借着耶稣基督 祂的牺牲 一定要牺牲到一个地步去 祂的功效 才除去我们身上的罪 不过圣经 从旧约我们看起来 祂的洁净的本身 是象征的 而且它只是个外表洁净的 我衣服脏了 我可以洗外表 是很容易处理 可是内心的处理 这个就麻烦了 有两个事情 内心的洁净是不容易的 比方说 一个得罪的 一个未蒙恩典的人 他认罪悔改了 他的地位身份就更新了 似乎有点像是 民宿记所预表的一件事情 耶稣基督 祂在十字架上所流出的宝血洗净我们 所以一个人得罪是因为羔羊的血被涂抹了 所以这个人有新的生命 就是已过都变成新的 他进入到神的国度 请问他解禁了吗 他解禁了 可是他还会不解禁 为什么呢 因为照着圣经罗马书里面讲的 我们只不过是进入到那个身份 开始的境界 可是我们还继续进步 一个没有继续在圣灵里面更新 没有继续在上帝话语造就的时候 他很快 那个水会净着的水 很容易又变臭了 我们要的是活水 什么叫活水 就是生命不断的更新的 你才有不断的 这个所谓属灵上的代谢的功能 才会不断的更新 我们要祷告上帝是 圣灵的内住跟不断的更新 这个才是 才是真正内心的捷径 九月圣经 他拯救了很多的以色列人 整个这个献祭当中 每一年 百姓的犯罪 因为深处的关系 他们都被解禁了 罪不算了 可是他们又犯罪了 明年再来 每年都来 直到了耶稣基督来的时候 他一次的赎罪 就完成了永远的功效 可是说实在的 那只不过这是我们身份的问题 我们也有将来的盼望 但并不代表所有的信主人就不再努力 请问 信主之后的基督徒 难道不会嫉妒 难道不会愤怒 难道不会不饶恕 一样 我们照样欺骗 为什么会这样的 因为你没有允许圣灵内住 没有允许圣灵的感动的影响力 你扩张在你的内心的世界里面 照样我心我素 怎么样能够改变 我们只有一件事情 紧紧的跟随主 抓住的话语 所以灵修生活格外的重要 允许圣灵内住的更新的范围 不断的扩张在我的生命里面 如此我们才能够不断的进步一点点 但愿你的样子我的样子都越来越像耶稣基督 生出形象之气 影响你做我的人 愿上帝祝福你 阿们